報到完畢 快步走上北檢二樓 二十五號檢調再度針對IMB案 發動搜索 全身包緊緊投低到不能再低 他就是其中一名原始債權人 解放晚間一共約談十六人 包括公司多名客服行政人員 以及五名原始借貸人 而他們訓後皆以三萬元 到一百萬元不等交保候船 按兵母公司協理嚴妙聲 也二度遭到約談 訓後以六十萬元交保 另外新竹營運處處長陳正中 則是生涯境界 IMB借貸媒合平台 透過網路幫企業找原始借貸人 之後借貸人再將他們手上的債權 透過平台以小額方式 出售給一般投資人 因此被害人認為原始債權人 可能事先知情負責人 在平台上發行假標 讓一般投資人進行投資 不過也有原始債權人 聲稱自己是無辜的完全不知情 要看他是否事先知情 那這個部分是我們實務見解認為說 是不是共犯其實是有行為分擔 跟犯意聯絡 入線已經落網 但背後還有多少人牽涉 其中檢調還要再一一抽絲撥檢 還給被害人一個公道 靜新聞綜合報導 訂閱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盛靜美 靜好新聞